汉贼不两立 我刘备只要一心尚存 就势与曹操为敌 经过许优的一番开解 刘备终于走出了内心的阴影 而在此之前 他还一直消沉 打算一死了之 也算他命不该绝 许优带着人马刚刚走到这里 恰好遇到 刘将军 你乃青天之玉柱 驾海至金粮 这宽浮汉室 汝则无旁贷 安可轻生啊 来来来 在下许优 请你喝一杯 也可听听你的故事 就这样 刘备抱着葫芦一阵狂饮 顺道问起了许优的事来 许优啊 袁绍不是拒不发兵啊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我呢 领兵五千先行一步 特地来此 打探徐州战局 这话一出法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 莫不是天意如此 许优疑惑地看着他 徐州已经实现了 这让他不敢相信 难道就这一夜之间 徐州的八万人马全部丧失了 实话跟你说 我连配件 都失落 想不到 这个曹梦德 居然有这么厉害 经过了这一出之后 刘备法获达了 此生唯有一个信念 就是杀了曹操 对于刘备的遭遇 许优表示同情 心下涌出一几 莫不如 你随我 投奔我家主公袁绍 你图日后再举 你意下如何 对于许优的建议 刘备第一时间就表示抗拒 可是眼下的情况 能够与曹操对抗的诸侯已经不多了 袁绍是最快能够帮助他达成心愿之人 眼下除了我家主公原本出之外 还能有谁啊 对付了刘备 众人打马回营 袁绍得知消息后 直接出营十里相迎 这样许优很是意外 此时的袁绍瞬间化身成贤民之主 不再是一副颓废的模样 因为他知道 拥有了刘备等于占据了大义 攻打曹操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刘备只有一个信任 朱阳公剿灭曹贼 匡扶大汗 只是有件事却让曹操头疼 徐州所有的城池都已拿下 唯独夏批还在关羽的手中 而这位关羽却让他欲罢不能 从第一次见到他温酒斩华雄的那一刻起 就被他的阴姿深深的吸引 在刘备所有的部将当中 他独独喜爱关羽 此人无一高强 又极为忠义 若是归想我 省得十万雄兵 几大谋士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承欲献出一记 说来听听 既然关羽是忠义之事 对付这样的人 不可力战 这一记深得曹操喜爱 仿佛关羽已经是他的盘中餐了